熊熊烈火不斷往上竄 营業中的土窯羊肉餐廳 整個陷入火海 不時傳出爆裂聲響 消防人員只能全力搶救 還好業者在第一時間疏散 正在用餐的三四桌顧客 但火勢猛烈 消防局雖然觸動十幾個分隊 花了一個小時把火勢撲滅 但餐廳 倉庫 幾乎完全被燒毀 剛火苗出來 我就高興叫大家都去找 餐廳的靈魂土窯 被燒個金光 置剩部分的稻殼 讓業者忍不住咬頭心探 已經經營28年的土窯羊肉餐廳 以十幾種藥材及藥酒加入羊肉 在把桃鍋放進火紅的土窯當中 密封之後得燜煮三天三夜 料理過程老闆全副武裝 戴上防毒面具 獨特的料理方式 讓餐廳旅旅登上美食節目 如今 土窯 餐廳全副之以具 到底起火的原因何在 居民議論紛紛 火調人員還在調查釐清 業者無奈地說 28年的心血毀了 短時間內恐怕難以全面復原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TVBS新聞紀建亨嘉義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